你这里有什么发现吗 一切正常 要不你去那边 那边去看看吧 好 QK的 柳子小姐 能想给我说几句话吗 大佐有何吩咐 不敢 只是有几个疑问 希望得到柳子小姐的指点 柳子小姐 一直在袒护高贴行 不让我抓她 不知道柳子小姐方不方便 透露一下 这其中具体的原因 这个有必要吗 她已经成为你的人了 当然 愿问其想 其实很简单 我受命板员将军 要尽早跟重庆方面联络和谈事宜 一个阴差阳错的机会 遇到你们在抓人 不想碰到了高天行 本来我是不想管你们的闲事 你们抓的人 不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 可是 从高天行身上掉出一样东西 引起了我的兴趣 引起了我的兴趣 柳子小姐 你还是没有说出 为什么要去救高天行 军统的人都有一个特点 随身都会带一块手帕 而且都会折成三角形 我明白了 原来你是想借高天行搭上军统的人 后来我认识了周史能 总算跟重庆方面搭上了关系 很遗憾的是 我们去香港跟重庆方面的人见面 他们派出的代表居然是假的 就连蒋介石的名字也是假的 这件事情我也知道 我们都让蒋介石给耍了 我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弄明白 为什么后来高天行 投诚到了七十六号 你又着急了 让我对他严加审查 莫非就因为他不是军统的人 而且跟共产党人 有着扯不清的关系 是不是这样 这个高天行 对我没有做过一件有用的事情 你如果抓了他 我会求之不得 可偏偏他是投诚 我就不放心了 给你打电话 不过是怕你伤他的当 我还有别的事情 咱们回头再聊 老公 大佐国下辛苦了 秋山大佐真是心细如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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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几分钟就要复会了 等这会议开上 我们就轻松了 这算说得是 只是没想到 幽子小姐 根本就不是什么翻译 翻译 刚才她亲口 告诉我跟飞长的 她不是翻译 对吧 飞长 这个女人既然我熟悉 又让我陌生 上过床的女人都没琢磨透 真是可怕呀 想不到几个大男人 竟然没有看出 幽子小姐的真实面目 说出去真是丢人哪 这也没什么 幽子小姐的老师 是河野操子 是日本女爹之子 如果要这么容易 就被我们发现 她的真面目 那啊 就是幽子小姐的耻辱了 是啊 唐天少佐 颜值有礼 哎 飞长 听说 幽子小姐已经有孕在身 怎么样 身体还好吧 人子 你能和游子小姐走在一起 是十分难得呀 希望你好好珍惜她 以后 还请你多多关照 对对对 飞长老爹 你得多多关照 多多关照 那么再找不些 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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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刚才和鞋是睡过去了 大佐一定是 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 太疲劳了 时间到了吗 时间到了 马上开会 大佐 算计 消失钥匙 不用了 周队长的后门 安排了我们的人 你多保重 我先走了 大佐的脸色不是很好啊 昨晚没有睡好 站住 回忆结束前任何人不准出去 我有特别通行证 不行 快去 我这个是特别通行证 不行 回去 队长 相机你拿到了吗 这儿 这 坏了 高天星 各位 现在开始复会 下面有请秋山大佐 把一号文件拿出来 我们继续商头 退订 到非常 价目我 冷 冷冷漏山蛋 出什么事了 有人啊 顿过文贴 怎么回事 快 黑哥 把这所有车坑 不决定可以决定 放出每个车坑 是 快 黑哥 高天星 你骗我 阿梅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听不懂 把交卷拿出来 别逼我 阿梅 我不想杀你 交出来 我也不想杀你 我们先一块出去 好吗 你把交卷拿出来 给我 等等 快走啊 来不及了 你快给我 你到底走不走 天星 我求你了 快给我 我不想逼你 高天星 阿梅 高天星啊 高天星 想不到 你竟然连我也敢耍 国民党如果一心抗日 我为什么要耍你 今天我算是开了眼 曾满幽子这个日本间谍 粉末登场了 高天星 你终于露出了共党的狐狸尾巴 你说曾满幽子是日本间谍 她的事先放一遍 快点把胶卷拿出来 我还可以给你一次机会 周先生 现在不是我们中国人 争执的时候 我们先出去 然后我们再商量好不好 想得到别 现在命攥在我手里 跟我谈条件 快 把交卷给我 快 就算杀了我 你也拿不到交卷 高天星 你别逼我 拿出来 快拿出来 快走 别动 把钱分去 你到底还是我敌 怪你眼下没看出来 青山大祖赚了一辈子鹰 不过 还是被你这只鹰啄了眼 但是你今天 落在我滕田的手里 落在你手里面又怎么样 你们的机密文件 已经被我传出去了 把我交给秋山和夫吧 把文件追回来 也许你们还有挽回的余地 不然你们输定了 哼 文件对我个人来说 并不重要 秋山大祖不杀你 那是因为他 在犹豫 单断不断 毕首其乱 我和他不同 我是先下手为强 宁可错杀 不可放空 不 不 天星 快走 你快走 我等你一块走 我走不了 你快走 你快走 你怎么那么傻 你怎么那么傻 你快走 我终于 可以按自己的意愿 做一件事 我再也不用 压抑自己的感情 我再也不用 天星 为你而死 我一点也不后悔 我真的不后悔 看到 你为我流眼泪 我就知错了 你再抱抱我好吗 好 你 没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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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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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洗拿到了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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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士塔 大佐 跪下 大 大佐 是练一奏 那是 thinking Pr暗 能ara 写 确实是一号作战计划 日本人的末日已到 要不惜一切代价 去打通大陆的交通线 怎么了 我觉得我对不起阿美 我怎么会被那个女人给骗了 这事也不怨你 自满幽子救过你 也救过我 再加上 她是御殷堂的护工 我就放松了对她的警惕 其实我一早就知道 她是从东北来的 东北是什么地方 被日本人占领的地方 特高科的特务 都是从她出来的 我就想不明白 她为什么要接近我呢 目的很简单呢 因为你是军统的身份 接近你 就能拍上周时呢 她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和重庆方面取得联系 原来我成了她 接下重庆的一个跳板 确切地说 重庆方面 也迫不及待地和日本人 想找到一个秘密的渠道 双方是不谋而合 可是我还是想不明白 这些事 秋山和夫也能做到 是谈是打 日本人也分成了两派 这秋山和夫 是土肥园的门下 他们是不相信蒋介石 会被诱降的 而这个曾满幽子 是板元征四郎的手下 他们是坚持诱降重庆的 当时我跟她距离那么近 我怎么没有一枪崩了她 现在她走到了台秦 她一定会找机会报复 我们一定得小心 无极药铺那边 你也让他们多加提防 沈飞肠虽然已经变了 但是有她在 曾满幽子对秦星兰 不会怎么样的 毕竟秦星兰不在任何组织里 但愿吧 梁花 梁花 請客 新兰他二爹 已经不在了 这个价我来当 我要给你和新兰 做个主 怎么了 你不愿意啊 现在任前辈的大仇 还没有报 而且我跟新兰 真的不可能在一起 你们俩在一块儿了 一起报仇 这不更好吗 现在连凶手都不知道是谁 怎么报啊 能是谁啊 肯定是那个秋煞和夫 秋煞和夫只是幕后的指使者 真正的凶手不是他 那是谁啊 我不能说 只是怀疑 怀疑是谁 我也没有证据 只是怀疑 你是不是怀疑我哥 是 我知道我哥不是好人 可是他再坏 也不至于杀了二爹 不能 不能 是谁也不能施肺肠 不是 不是他 所以真的很难受 不是太陽 vial 批肺肃肺肺肺肺你有没有办法 曹子前辈曾经是一位教师 从1849年开始潜伏中国 一直到一九零六年离开 书写了我们大日本帝国 谍报寨无数的传奇 而现在 知道河野曹子前辈行踪的 已经是寥寥无几了 但大日本帝国 不会忘记前辈的功训 游子小姐虽然年轻 但若从前辈那里 论起辈分的话 我丘山自愧不如 大做客气 从今天开始 在上海的梅机关 游子小姐发的命令 就是我的命令 你们必须无条件服从 看来 任先生你不能接受这个现实 原来你一直在骗我 我是梅机关的人 我的任务就是潜伏 爱上我是你的错 当然 我喜欢这个美丽的错误 你一直在利用我 准确地说 是我欣赏你 原来我们第一次见面 我打走的那几个人 都是你安排的 那一次 是我带着人 在抓国军的特务 也就是你手下卖情报的老黄 不巧刚好被你撞到了 也就让你做了一回护花使者 我打了 你开始带我困住哪一座 那么当年在大一杀龙面前 枪杀了一个日本人 故意挑起事端的那个女人 也是你 可惜 你后来一直把我当成一个只会唱歌的满忧 你个大骗子 我没有想骗你 只是 你对那个唱歌的满忧太狂热了 后来我发现你对我也有点用处 所以 也就借颇下驴了 难道说你就从来没有对我动过真情 也不能这么说 如果不是你 我怎么会认识高天行 又怎么会认识这位 周经理 周区长 周队长呢 让幽子小姐耻笑了 其实 您早就把我周某人给看透了 好了 说正事吧 秋山大佐 你是我大日本帝国的精英 却精明一世 糊涂一时 居然没有看出来高天行是诈相 惭愧 幽子小姐 这件事我有责任 你的责任会不会发展成罪过 还要看你的下一步表现 周某定当将功赎过 好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你曾经的老东家已经难容共产党 我增满幽子是一个讲恩仇的人 你是不是 也该为你的老东家做点什么了 幽子小姐的意思是 杀了江畔 是 好了 我们走了 幽子小姐休息吧 任先生 请留步 满幽 你我之前还有过真实吗 真不真实 我都是你的人了 心不在这儿 人再又能怎样 你怎么像一层雾一样 永远让人捉摸不定 等雾散开 你自然看得清楚 什么意思 杀了高天行 我不是你的刀子 你别忘了 我们两个都是大和民国的子民 你的身上 流的是大和民族的血 你别忘了 我只是一个拿钱赶活的杀手 对 你是一个杀手 可你别忘了 你做了那么多坏事 高天行会放过你吗 秦新兰会放过你吗 她是我妹妹 这个你不用管 自从你杀了任海龙 她就不是你妹妹了 我姐不是我杀的 是不是你杀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高天行认为是你杀的 不然 他也不会跑来问我 任海龙被杀那天 我们俩是不是见过面 你别忘了 是我替你挡过去的 高天行现在是没有找到 你杀任海龙的证据 一旦找到 后果你可以想得到 人确实不是我杀的 这个你应该相信我 我当然相信你 可是 你有了杀任海龙的心 要不是那个虾姑娘跑出来捣乱 你应该早就把她杀了 你怎么会知道 你倒是在现场 我爹是你杀的 我爹是你杀的 是不是你杀的 我这是帮你做理解 你想要做的事情 二爹 二爹 我梦见哥哥了 李春 二爹 二爹 我梦见你了 李春 李春 二爹累了 想歇一会儿 你走 你赶紧走 二爹 微爹 二爹 祝可 你 你 把你的手放开 别忘了这是什么地方 别忘了你自己是谁 你害我 不 我一直都在帮你 你想想 如果任海龙把你的身份说出去 下场会是什么 现在这个秘密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你到底想怎么样 周始能这个人城府太深 可以利用却不能重用 现在没机关需要我来当顶梁柱 而我唯一能依靠的就只有你了 你不是说让他将功赎罪吗 他出身于军统受命于军统 但凡是背叛过的人 往往有两种心情 一种是内疚 另外一种就是赶尽杀绝 你认为周始能对军统赶尽杀绝吗 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听命于我 这也是你现在唯一的选择 不能因为他是日本人 不能因为他是日本人 就什么石盆子都往他脑袋上扣 我这么推算 是因为杀害前辈的手法 什么手法 那一掌跟飞长的武功很像 不 我不信 我不相信他会坏到这种地步 我也不想怀疑他 但是他自从投靠了日本人之后 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不可能是他 你的内心也在怀疑他 你只不愿相信而已 我还找不到证据 我找不到一点的理由 飞长为什么会对前辈那么狠 也许找到理由的那一天 就是真相打白的时候 你也许找不到 亲爱的 今天晚上别走了 留下来陪我 那怎么行啊 这要是被别人看到了 成何体统 有什么体统不体统的 你是我的女人 我就让你留下来陪我 你别闹 不 放开 我就不放 放开 你没劲 干吗 让我看看 你起来洗澡 别闹 要走就走 听见没有 我叫你起来洗澡 洗完澡把床带给我扔了 别给我发疯 要走就走 我这袖口里藏了毒药 漏了 二十分钟内如果不洗干净 你就等着死吧 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啊 日本人就要完蛋了 太好了 上面写道 五月八号德国宣布投降 三个轴心国已经败了两个 现在就剩下日本人了 天行 我们的胜利就指日可待了 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 在一九四三年九月八号完蛋了 德国的纳粹主义 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八号也完蛋了 现在就剩下日本的军国主义了 护战已经结束了 盟军就要东进了 如果快的话就在今年 我们就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 我们终于要见到阳光了 五月八日二十四时 盟军在柏林卡尔斯霍尔斯特 举行了德国无条件投降仪式 仪式由苏联红军朱可夫元帅主持 英国空军上将泰德 美国战略空军司令斯巴兹将军 和法军总司令德塔西尼出席仪式 德国州军元帅凯特尔 海军上将弗里德堡 和空军上将施通普夫 代表德国在投降书上签字 国民政府以德国无条件投降 欧洲战事结束 盟军完全胜利 通令全国各地 自九日起至十一日止 生旗三日以至庆祝 莫夫 游子小姐 德国完了 兔死 虎肯定要背 大左阁下 你是不是想说 我们大日本帝国现在是秋后的蚂蚱 大日本帝国是不可战胜的 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儿 你没有必要跟我喊这样的口号 即便是秋后的蚂蚱 我们也要蹦他蹦他 你说得对 就算是蹦的几天 我们也要拔掉眼中钉肉中刺 我还是要拔掉眼中钉肉中刺